大家好 我是在這裡照顧海獅海豹的護理員Karl 這隻是我們的加州海獅Bipper 她是一個女生 今年21歲 其實我們每一天都會跟我們的海獅海豹量體溫 我們現在會示範一下平時我們怎樣跟海獅量體溫 其實海獅海豹量體溫就跟我們小朋友量體溫一樣 是用光探的形式 我們會用一條柔軟的體溫線 在海獅屁股或江門的位置 把體溫線放進去量度它的體溫 海獅和海豹其實都是暴雨類動物 所以它的體溫跟我們人類都很相似 大概都是36至37度左右 那就屬於正常了 我們都會定時幫我們海獅海豹刷牙 我們會用一個動物專用的洗牙水 去擠些下去好像牙膏一樣 然後我們就會用一支電動牙刷 其實都是我們人用的電動牙刷 來幫我們刷牙 大家看到海獅牙是黑色的 其實是正常的 因為他們口中有一個細菌 會形成一個黑色的保護膜 去保護牙齒 其實在我們刷牙的時候 都會有機會 會有一些小小的黑色保護膜 會脫掉出來 但隨著時間 這些保護膜就會慢慢散出來 這隻是我們的港海豹 它叫做Dash 是一個女生 今年也是21歲 好 那不如我們示範一下 我們平時會怎樣幫我們海獅海豹檢查眼睛 平時我們都會用目測的方法 就幫它看看眼睛有沒有問題 正不正常 好 其實我們平時都會跟我們的海獅海豹 做一些模擬的超聲波的護理訓練 因為有需要的話 獸醫都有機會 可能要跟動物去做一個超聲波的檢查 所以我們這裡有一個 就是超聲波的儀器的零件 我們就會拿來跟它模擬一下獸醫 會怎樣跟它照超聲波的 我叫Andy 我在2012年 進了海洋公園的海洋保育類動物部做事 其實我們最主要的工作範圍 就是包括照顧我們的動物的生活 幫他們護理他們身體的健康 也要清潔周圍的場所 以及教育一些公眾人士 關於我們動物的知識 我照顧的動物包括了港海豹 加州海獅 也都曾經做過這個準備海豚 太平洋海象 班海豹 甚至乎這個北海獅 我也做過的 其實在我們的訓練裏面 哨子是一個類似喬糧 我們叫做一個beach的作用 是拿來告訴動物 他們做一件事做對了 或者說他們知道那件事是對的 做得很好 由於現在疫情的關係 我們每個人戴著口罩 也都不方便脫開口罩 便利用我們的哨子 不用哨子的情況下 我們會利用 加強了我們說話的表現 或者告訴他們 要加強了他作為一個橋梁的作用 作為一個beach 一隻我負責開的海豹 剛剛去年的時候懷孕 最深刻的表現就是 那一天看著他 臨的樣子有點不同了 轉變了 跟平時開始有點緊張 懷疑他開始需要臨盆 親眼見證到臨盆生了一個小朋友出來 那一刻 亦都看著他開始初次 去餵那隻beach去捕魚 照顧那隻beach 才可以很放心地交給他照顧 是一個生命的誕生 你會見到他剛剛出生的時候 大概一個這麼大隻的小動物 由他一出生 然後開始懂得爬懂得走 那一刻 帶給我生命的感動 是好 OK